白天花 字幕僚 嗨 你媽咪 嗚嗚 不要引擋你自己 大家介紹一下 一 七 三 毒 はい 饮食 运动 习惯 冷静 彰化县政府16日下午在大春香农特产业推广中心 办理第一场重阳节系列活动 2019迎邻乐活节 健康 乐活 自愈力行动列车 透过人生大富翁戏剧 与自愈力体验互动 引导长者聪明 慢老 乐活人生 让我们这些长辈能够健康快乐的 在我们在地的社区 从事一些健康的活动 让他们能够身体健康 然后不用让我们的驾驶洗水来烦恼 台湾大概有8到10年的人 都有可能会怎么样 失智或失能 所以就是我们大概在七十万回 七十万回 很多长辈就开始行动不方便 也不方便吃东西了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 这个主要原因都是因为我们吃不对 没有运动 心情不好 晚睡 不分水 所有的国际研究都是这样讲 而且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很强很强的医生叫自愈力 这个医生我们没有把他照顾了 人生大富翁戏剧内容讲述几位好朋友们 在65岁那年参加国中同学会 并一起玩了人生大富翁游戏 在游戏中 同学们不知不觉建场开心房 放下隔阂 并用饮食 运动 习惯 以及人际议题设计各项体验互动 引导长者 聪明慢老 乐活人生 公益频道赖青龙大春采访报导